你活到现在,老公没对你动一根手指头 但是我们去想象一下,在那场夫妻情侣打架当中 一个男人拿着钢筋,那么粗的钢管 对着一个弱势的女人,那女人的心里有多么的恐慌和害怕 这叫做换位思考 所以在那个时刻,不管别人动手没有,你老公冲了上去 他去保护那个对他来说,也许并不熟悉的女人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热心肠 当我们换位思考的时候,如果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情况 有这样一个热心的男人冲在我的前面,我一生都感激他 所以在这个点上,你的老公真的值得大家去竖起大拇指 就是老公不顾自己的小家,只顾别人的大家 不顾及妻子的感受,只顾及别人的感受 让我看这样的老公简直是没办法要,除非你说你产生了救赎的能力了 或者产生了救赎的心境了 没想到有人跟我意见相反 被称之为正能量 看到他这一段精彩的描述,就可以知道这种老公他是外在需要的 当然刘强东喜欢这样的老公啊 马云也喜欢这样的老公啊 这个就是只干活只奉献不要工资这多好啊 是吧,这个所谓的穷人向富人慈善 哈哈哈哈,有正义感 这个就不是很好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糟糕 大家要警惕这个东西 哇